宋美玲晚年拒绝写回忆录 此前抑郁道破人是凄凉 宋美玲年少赴美留学 留学归来结识红颜知己 然后又与蒋介石在马背上征战半生 晚年定居美国 这一生是很不平凡的 1975年 蒋介石在台湾去世后 宋美玲就定居美国 晚年的有人劝宋美玲写回忆录 但他直接拒绝了 此前抑郁道破人是凄凉 他说 我这一辈子没有什么回忆是可写的 我最快乐的时光是在年轻的时候 和赴美留学的时候 后来就在战争中度过了半生 我的回忆录可以留给后人来写 空过也是他们来评价